週三恆子高開後,初段略回軟至17683點。之後,走勢反覆向好,五後升至18164點後略回軟,全日波幅481點。 恆子收報18088點,升108.46點或5.9點。 成交金額1054.68億元。國指及恆科指分別升6.28%及7.54%。 三項指數都向好,以恆科指走勢較佳。 恆科指成份股指有小鵬汽車,9868跌1.09%。其餘29隻成份股皆升。 其中京東集團,9618,升10.134%。 自表現最佳之恆科指成份股。 恆子曾反彈至9月26日以來高位。 最終以楊竹收市。 收市水平重上10天平均線至上。 MAC2塊萬線差距由負轉正,即由紅叉變牛叉。 釋出利好信號。 全日上升股份1349隻,下跌398隻。 整體市況編號。 無牛羽葉 2319 的主要業務為主要在中國從事生產,及銷售羽製品,包括液體奶,乳飲料及酸奶,冰淇淋,及其他羽製品,如奶粉,奶露等。 集團在2022年中期的收入為477.223億元。 人民幣,下銅,同比上升4.0%。 由於其內原副材料平均價格上漲,以及增加廠房及生產設備投產所產生的折舊費用增加,使毛利微降至174.588億元。 無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1.6%至36.6%。 受惠於集團期內,採取精準的渠道,及品牌宣傳推廣策略。 其內經營費用增加1.3%至人民幣152.656億元。 佔收入比例由32.8%至32.0%。 股東應佔利潤同比增加27.3%至37.514億元。 無偶期內的表現領先行業。 全球羽業排名提升至第七位。 為全球最年輕的Top10與企。 同時品牌價值同比增長15%。 增速委居中國羽業第一。 其內,特倫蘇和蒙牛順牛奶,及每日鮮與鮮牛奶保持強勁增長。 低溫業務持續佔據領先地位,並獲取市場份額。 集團液態奶業務收入增至396.653億元。 集團近日股價向好,升穿10天平均線,並在金融科技系統出現信號。 股份上日收報32.65元、港元、夏同。 市盈率20.95倍,收益率1.37%。 集團市盈率在行業處偏高水平,但與本身的歷史市盈率相比側低。 加上考慮到期在熱內的龍頭地位,值得給予日價。 Twitter 集團